各位环球的常有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花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次机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辨别 明代宣德时期的青花云龙文 扁胡他的真伪 首先呢咱们要看气形 那么气形呢 我们除了看正面啊 看侧面啊都要看 那么这一件仿品的气形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了他的这个镜 还有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扁胡的这个胡斧部分 那么镜部呢 因为他没有掌握好这个收缩比 因此呢他的这个镜部口呢稍微大了一点 他的比例呢就没有啊 这个永轩时期的那么好看 那么漂亮 另外呢他的胡啊 整个胡斧 我们一会看侧面的时候来看一下 就能看出来问题所在 我们对比看就更加明显啊 大家看呃这个永轩时期的这种扁胡呢 他上面是窄下面是宽啊 但是呢这个呃 现代的房品呢做的这种所谓的椭圆形呢 太过于椭圆了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现代的制词的技术呢 其实比永轩时期是进步了 那这种进步呢造成他做出来的东西呢 比原来啊可能是更加的所谓的精美 但实际上呢他和那个时期呢就完全不同了 因此呢大家只有掌握了啊这个真正道代的这些气形上的特征啊才可以 另外呢像这种扁胡啊无论是永乐还是宣德时期呢 基本上都没有款制啊 他这个呢加上了个款制 那么我们就跟永乐宣德时期的款制进行对比 大家也能发现啊 他写的款跟宣德时期写的款差距十分巨大 再有一个呢我们要看他的青花的发色 永轩时期呢主要是使用了苏玛丽清的了苏玛丽清 大家看啊左侧的这个苏玛丽清他的晕散 他的流淌啊他的铁锈斑非常的明显 但是防品呢因为不是使用的苏玛丽清的料 因此呢他这些特征的都没有 再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 就是文式布局以及绘画上啊 绘画呢他可以描啊可以按照样子去踏 但是呢他在文式布局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偏差 那么永轩时期主要是突出的是龙首啊 那么这个防品呢 大家仔细看 他是把整个龙纹就布置在所谓的这个胡府部分了 那么真正道代呢他突出了龙首 他把尾巴甩到了侧边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偏差的部分啊 而且他的一个龙的比例也不好看了 另外呢就是圈族啊 永轩时期呢已经在底族上就是在底已经试诱了 族是漏胎的 那么在胎右结合处有伙食红 但是呢这个防品呢全部是所谓的沙底 这个呢就一下就出暴露出来了他的问题了 本身呢因为这个时期已经都试诱了 没有沙底的这种器物没有这个沙底啊 另外呢从他的露出来的这些啊 胎右也可以看出来 他人为作就的痕迹比较明显 这些呢都是咱们鉴定这个一键瓷器真伪和断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